Hello 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來 ㄎ一聲 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談談十二生肖這隻老鼠 這隻老鼠 你在農曆五月份 它的運勢如何 那一樣啦 一樣 我們還是要開宗明義講一下 不要太迷信 也不要太怪力亂神 以後我們談的 僅供各位 參考 像這種八字 這種風水 它只是一個參考系數 它不是定數喔 你不要把它當作 經科玉力拿來念喔 聽聽就好 但是 不要怪力亂神 不要迷信當中 還是要注意一個點啊什麼點 很多地方 當它的起承轉了 就會讓你不得不信 我一般不喜歡 講那些有的沒有 但是一碼歸一碼 你這隻老鼠要注意 在2023這一年 整個走的是什麼 十神 那你農曆五月份走什麼運勢 整個月份來走 走的是正觀跟偏財 要注意看啊 中國製免裡長針 什麼叫官財 什麼叫財官 什麼叫財官良美 那我永遠在跟你講 你農曆五月份屬老鼠的 你不會太差 因為一整年來講 你總是十神 叫做十神 謝秀 最近很多同學 對這種八字 蠻有興趣 我還是要再三提醒各位 理論跟食物 有人很喜歡講那個 劉伯恩有沒有 低天錘 任鐵橋萬億五 三命通諱 這些都學者啦 學文章一流 你要問他 他有沒有食物經驗 他有沒有食物經驗 那很多很多食物經驗 問題是 又上不了桌面 因為他沒有學術理論的建構嘛 所以有時候我們還是這樣講 學術技術一定要把它弄得相當清楚啦 那原理上來講 你在屬老鼠的 在農曆的五月份 這一個月份 財跟官都不錯 但是這個財是偏財要注意 什麼叫偏財 外面撈進來的財 我以後再跟你講 如果你是灰色的 黑的不講 老師不喜歡講黑的 白的我也不講 白的就是朝九晚五嘛 時間到錢打進來 黑的就不講 那個不方便講 灰色的最剛好 為什麼叫偏財 偏財就是外面撈進來的財 好像你那個開那條船有沒有 出去補儀 特別容易抓到那個 土拖 還是那個 那個拖樓你知道嗎 那個尾 抓的特別多 其實也不曉得為什麼 人不是這樣子嗎 有時候那個運來啊 如果運不來啊 叫做實應不計命運多船 逢堂易老 離廣難風嘛 那如果你一來 運一來就要怎麼這樣 順風順水順利 你就會發光發亮發福發貴發財嘛 屬老鼠的農曆五月份不會太差齁 你整個業分來講 要注意個點 舒適程度只有27% 所以雖然你的大運 流年 流月都不錯 但是要注意喔 你這個月份 雖然不錯 但是它的舒適程度 只有27% 還是要注意齁 現在來講講它的六級日 農曆五月份是從6月18 6月18到7月17 要注意聽啦 農曆歸農曆你們也懶得去查 我就把這種陽曆的 陽曆的國曆的跟你們講 6月18到7月17 你的六級日在6月份有三個 25 26 29 7月份有三個喔 7號 8號跟11號 這是六級日 六兄日來講 6月份有三個 19 27 30 7月份有三個 5 6 15 一樣來講啦 要把那個你要辦的事情 儘量移到那個六級日去做 那如果六兄日你硬要去做事情 就把找那些應收帳款你知道嗎 反正錢也要不回來 你就跑到這個地方去做 一般而言 因為我現在沒有開什麼課程 也沒有開八字課程 一般來講八字首重就是格局 這個格局跟風水布陣一樣 你的格局如何 不是說七煞好不好 不是說三官好不好 不是說偏硬好不好 而是看你整個格局它的落點 一定要跟各位講一下啦 那我們還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抽抽這個籤 因為現在抽籤每個人要的不一樣 有的要逃啊 有的要財運 有的要綜合的表現 一般來講男女 我一般來講都會跟一個人都抽一支籤啦 屬老鼠是這樣子 整個結構來講 大運 流年 流月 我幫你們看到流月 有沒有流日 有 有沒有流時 有 可是問題你看了五個流 大運 流年 流月 流日 流時 你路都不敢走 比如說你要出去散個步 它的流時不好你怎麼辦 還是散步啊 所以嚴格上來講 但知心好事 不要問虔誠啦 我們現在來抽抽 屬老鼠的 老鼠的齁 老鼠的男生 要知道 2023年 農曆五月份 戊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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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月份 它的運勢如何 現在 遺而未明 甲耳 泰勢有償 急悉告我 兇嚴其哉 兇嚴其哉 來 來這一支 哎呀 這一支啊 這一支是什麼啊 哎呀 這一支啊 這一支 叫做天山頓 屬老鼠的男生 你要注意喔 什麼叫天山頓 你今年走的是十神 才能的展現 那你要注意啊 物極必凡 什麼叫天山頓 山山 為什麼叫頓 你這一支山再高 不會比天高啦 這好恨天高 那我還在跟你講 如果你不能比天高 那你應該怎麼樣 surrender surrender 沉浮嘛 因為你再高也不可能比天高 那你也不要一直在那邊叫 再叫什麼 天山頓 退隱 歸隱 有人說小豬 什麼叫小豬 有沒有以前那個烤乳豬 那個小豬 什麼意思 有吃食 如果你了解這一支掛的掛象 再跟你講 有吃食 那有吃食之前 有這種烤乳豬可以吃之前 有一個動作 surrender 因為他在跟你講 你永遠沒有辦法 conquer 或是 overcome 這個天 一定要懂得 祈福 surrender 這樣他這個天 就不用conquer you 再跟你講 有一點點 功高震主 要注意 你一定要小心 不可以功高震主 聽好 很多人不了解這種理論 比如說你是銀行的一個大經理 權力很大 台塑集團 採購部的經理權力很大 真正大的不是你耶 真正大的是台塑這個集團 再過來真正大的是銀行這個體系 你離開這個體系 你就是路人甲 很多人搞錯方向 哇好厲害 你看我一身令下 三金聳動 有沒有 千萬人頭落地 以前不是說帝王一怒 千萬人頭落地啊 流血飄乳啊 但是你要注意啊 當你離開這個體系 離開這個組織 你什麼都不是 要注意喔 這個天山頓已經講得很清楚 齁 那個等一下那幾隻給我 幾隻給我 好 現在齁 現在來講講 講講這個女生 女生 鼠 老鼠的女生 也要知道農曆五月份的運勢 哎呀 你們現在女生 這同學都很難弄 講桃花 有的不聽要聽財 那有的女生就說 老師啊 我只想聽桃花 我不想聽財 真的 怎麼講都不對 抽根不抽間 老師千萬難 我也想要給各位 很好的答覆啊 問題是 每個人需要的程度都不一樣 我也沒辦法齁 儘量啦 我願意上還是儘量啦 來 鼠老鼠的女生 要知道農曆五月份的運勢 2023年 現在老天無手 借老師之手 老天無口 借老師之口齁 有戒有還 再戒不難 你有戒不還 你再戒就難 哎 這一隻這一隻 這一隻女生 鼠老鼠的女生 農曆五月份的運勢 這一隻好 哎呀 這一隻什麼 哎呀 這一隻第三隻 水雷豚 聽好你要知道啊 這個水雷豚你要知道 這是一個消息掛 什麼叫消息掛 裡面的要往外衝 可是有風險 女生你要注意看喔 女生你要注意看喔 這個豚在跟你講 你在農曆五月份 還是要居細一點能量 這個豚在怎麼講 水跟雷 也在跟你講喔 你在農曆五月份 你看這一個桃花相當旺 老鼠要注意喔 要注意什麼 水雷豚 因為你們是老鼠 那這隻老鼠 這隻在講一個木 誰會滋養你啊 所以屬老鼠的女生 在農曆 農曆要注意啊 農曆 看看這裡 這個 這個很重要齁 你在農曆五月份 五月份 表面上會有一點洩氣 其實外面有助言喔 聽好 農曆五月份 對屬 老鼠的女生 外面看起來 好像是兇 但是裡面看起來是雞喔 齁 也就是說 看起來是渣男 但是是優秀的男生 反之 看出來是優秀男生 極有可能是渣男 這隻瓜 透露一個集中帶胸 胸中帶極齁 那女生屬老鼠已經跟你講得很白了 很白了 很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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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白 這個也很白 大家要注意喔 因為天機不可洩太多 凡事點到為止 一樣啦 那個 屬老鼠的女生 這一隻瓜在跟你講 農曆五月份 如果你有拜拜的習慣 往你現在住的地方的東方 有幫助 當然農曆師爺底就可以去拜了啦 因為這一隻瓜透露一個訊息 有一個突破點 什麼叫屯 屯就是 地下的小草一直要突破那個點 要破土你知道嗎 要破土那一剎那 好像那個圍城 外面的人要攻進來 裡面的人要攻出去啊 那不是跟你講嗎 很一個強烈的暗示 叉叉叉的暗示 那如果你要求的好桃啊 往東邊 東邊的話容易有貴人喔 東邊的話容易有貴人 好 我們今天屬老鼠的 五月份的印式就講到這裡齁 喜歡老師視頻 按讚分享 或是加入訂閱啦 開啟小叮噹 視頻上就會通知各位啦齁 好 祝各位端午節快樂齁 祝各位平安喜樂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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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